围青反倒是淡然起来 既来之则安之 顺着这山川河流走吧 凡事总有个尽头 应该就在前方不远了 通过和圣魔的交流 他已经明白了戒坑是为何物 在内心震惊的同时也忍不住狂喜 而且根据圣魔传言所述 这地戒就是戒坑的可能性非常大 与李云霄的猜测一致 若是戒坑是如此宏伟的力量造成 那么能够在这里得到的机缘 也一定不会小 他内心暗道 难怪地戒之主能够成就戒王 原来这地形就是超越戒王的存在轰击出来的 走吧 李云霄皱了皱眉 似乎懒得多说 率先冲了进去 围青父子紧随其后 三人继续行进 越向前 河水的分支就越少 相对河面越发广阔 云海越低 在最远处进城百川入海之巷 云雾飘渺 天地难辨 过了半个时辰 云雾与河面完全粘连 不分彼此 难辨方向 好像走不到尽头一般 云雾从开始的稀薄 变为浓厚的乳白色 带众人发觉之时 神石所感应的距离前短至千丈 就连李云霄施展铜树 也会感到 隐隐有一股力量 在阻止窥探 对周围的情况感知 越发薄弱 这里地界之力的压制 似乎比天川之底 还要强劲 你们有没有觉得 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们 李云霄最先停了下来 面色凝重地打量着四周 经他这么一说 其余两人不由地诧异起来 到了他们这个程度 这种感觉绝不会无端产生于第六感 李云霄运转太阳真觉 双瞳中金芒一闪而灭 似乎是被什么强行压制下去一般 脸色骤然大变 但即便只有一瞬间 也足以看清那些云雾深处 无风自流 虽然速度缓慢 但里面似乎有某种力量 正缓缓地压了过来 李云霄盯着那云雾内 宁神说道 这云雾当中果然躲藏着什么东西 正围了过来 着实古怪 你们小心一些 围亲父子二人皆是面露惊骇 他们刚将神石探过去 就被一股力量挡了回来 却也察觉到这云雾深处有诡异 围亲面色凝重地说道 周围云雾传动 即便是我 也有一种被压制的感觉 李云霄审视着那云雾 突然身形紧绷起来 让一直注意着他一举一动的围亲父子 吓了一跳 围乌雅盲问道 你发现了什么状况 李云霄 面色沉宁 方才云雾深处的暗流 一下加快的速度 似乎是要将我三人锁住 围亲经道 有生灵存在 李云霄点了点头 应该不是人类 或许是天地生成的什么怪物 但那东西极为小心 发现被我察觉后就隐匿了进去 现在察觉不到痕迹 围乌雅 沉深说道 连你都无法探查到 可见这东西已经和周围环境完全趋于一体了 对付起来 怕是十分棘手 围亲冷笑道 再如何怪异 也逃不脱天地规则 依然在神境境界之内 以我们三人之力 有何可惧的 他们三人都是须及强者 即便是造化进来了 也足以一战 维乌雅沉深说道 底界非比寻常 还是尽量小心为妙 围亲冷哼了一声 周身气势毫不掩饰的爆发开来 手起捏绝 自从炼化了阴阳二切瓶 并且有圣魔在瓶中指点后 不由的信心大增 随着绝印起 金色字符盘旋头顶 随即化为一只巨大的金色箭矢 箭身上滔滔金光 将那云雾之气镀上了一层金边 似乎是感到箭矢中蕴含的微能 周围的云雾往后退了一些 旋即继续不怕死一般 往前围去 去 围亲大喝一声 箭矢搜的一声滑破长空 直接射入那云雾内波动最为强劲之处 箭矢瞬间被云雾吞噬 只留下一道金色光尾 随后也被云雾吞噬了 寂静蔓延 周围白茫茫一片 再无其他动静 似乎那深处的云雾也停止了流动 什么 围亲大吃一惊 金芒从双瞳当中爆了出来 直愣愣的盯着那云雾 刚才一击虽然没有尽全力 却也不是普通舞者能够接得下的 李云霄和维吾雅也是心中一惊 三人精正之时 一股极为恐怖的能量 于千丈外轰然爆发 好似冷水滚入滚油之中 能量化为飓风席卷而来 整片云海顿时翻滚起来 让众人脸色难看的是 云海里竟然伴有兽吼声声 无数气势瞬间爆开 连成一片 那些云雾凝聚成亿万只巨兽 皆仰天嘶吼 宣泄着领地被侵犯的愤怒 最前面的几只云雾巨兽 率先张牙舞爪而来 其攻击带着灵力的威压 怒击三人 果然 都小心了 李云霄面色一冷 淡定自若地盯着那万千巨兽 眸中不断有精芒闪烁 攻击快要近身之时 三人周身金光骤起 化成片片利刃 斩入前端 一片风起云涌之下 那些巨兽骤然瓦解 全都化成残枝断体 最终消散成云气 其余巨兽一下停止住了 本能地感到这三人实力不俗 在前方盘旋不定 只是试探性地嘶吼攻击了几下 所带的威能并不强烈 维青吃惊道 这些东西竟然全都有神经的力量 他看着那漫天云卷云输 明显是地界之力聚气而成 只是最为普通的画形而已 维吾雅则是双目放光 盯了半赏 才突然说道 这地界之力既然可以聚匀化形 那么自然也可以为我所用 维青正梅道 父亲大人是何意思 维吾雅悠悠地说道 地界之主便是获得了地界之力 方能成就界王境 也就是说这股力量是可以被得到的 既然云彩可以聚气化形 那么这力量也能被我们所吸纳获得 维青顿时明白了过来 惊喜道 父亲可有把握 维吾雅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在神都多年 并非只是一心修炼 碎云天川内的力量 也是可以转化吸收的 只是太过微弱而已 取之无用 但这里确实不同 如果继续往前走 应该还有更强的存在 而终点便是那黄泉明火 李云霄和围青都是脸色微变 两人的目光都有些灼热起来 黄泉明火正是地界之力的源头 就如犯天子府灭世神雷一般 乃是戒力所生 完全炼化的话就能够直接踏足戒王 只是完全炼化 古往今来也没有几人可以做到 既然如此 那还等什么 杀过去 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是否有灵质 但看上去还是有些机灵 维青脸色一寒 视线往那些云雾怪兽逐一扫了过去 杀心大起 若是能够得到黄泉明火的话 他甚至可以不用去魔戒了 踏入造化镜 几乎是十拿九稳之事 李云霄黑眸一沉 也是沉沉说道 那就动手吧 无论是关于黄泉明火 还是孟武姐弟 都让他有些心烦意乱 看着眼前这些蠢蠢欲动的棉花糖 就冒火 哼 杀 维青豪气甘云 大喝一声 身上瞬间金光四溢 好似披上了一层金色霞光 猛的往前方击去 那些棉花巨兽 发出一阵骚动 大吼着往四周散开 但在维青一击之力的冲击下 大片被击散开 只是那些散去的云气 并不像之前的那样 随风而散 而是在天际慢慢凝结 再次化成更大的棉花兽 虎视眈眈 却又满是忌惮的盯着三人 那些没有被打散的云雾巨兽 似乎对这个新出现的同类 也有些忌惮 忍不住向一旁退开了一些 跟他隔离出距离来 围青眉头一皱 不死 李云霄眸中惊芒略过 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生命体 只是靠着地界之力凝聚而成 而力量的多寡又决定存活时间的长短 想要杀死他们 必须把凝聚他们的力量压制下去 甚至打散 围青 嗷了一声 玩味似的看着李云霄 底界之力也是借力 想要压制他 怕是只有你的子雷或者魔源可以做到了 李云霄不动声色的说道 围青大人 你太谦虚了 即便我能压制住部分棉花 难保前方没有更多的棉花 一劳永逸的办法 便是你用阴阳二气瓶 将这些棉花吸收掉 围青愣了一下 随即沉吟起来 他何尝没想过动用阴阳二气瓶 但李云霄的神识太敏锐了 就怕一旦动用此瓶 被他发现了里面的圣魔 那就麻烦大了 李云霄有意无意的瞥了他一眼 怎么 不舍得用 围青冷笑了一声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小气 他单手掐绝 金光浮现于手上 随即五指张开 一缕阴阳二气在掌心萦绕而上 化作一只银色宝瓶落在手中 造型普通 瓶身 古朴无华 一眼看去 就连李云霄也不会认为 这是一件圣器 看什么看 围青怒斥一声 身躯微转 让瓶身离开李云霄的视线 虽然圣魔传音过来 让他用宝瓶吸纳这些云兽 并且自信 绝不会被李云霄发现 但是围青还是心有戚戚 若是普天之下 对谁最头疼 对付起来 最没把握和自信的话 那无疑就是眼前之人了